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赫萨 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弘法度众 舍身忘我的恩师慈父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今天为了度众生 学习观世音菩萨牵手牵眼救度众生 所以我现身说法 请观世音菩萨给我加值 保佑我能够把今天这个弘法转为功德 大家好 我是如意平同修 今天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情 来和大家分享 题目是一人学佛全家授意 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我自己业让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聆听的师兄们 不让转播师兄和默默付出的 所有义工师兄们背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下面我来分享一下 春节期间 家人躲过灾结的真实案例 春节前的一个晚上 我梦到了一个穿红色衣服的人 意念里感觉是家人 在我家门口 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具体情节记不清楚了 只记得事情不妙 心里不舒服 特别难过 好像是出了什么意外 紧接着另外一个场景 好像又有一个人 发生了什么事故 总之就是不好的事情 我在梦里一着急就醒了 心里说不出的担心 天亮后 我就上香祈求 观世音菩萨 保佑家人 能够平安健康开智 没想到那天上的香就打搅了 感恩菩萨慈悲保佑 虽然我对昨晚梦里的事 还心有余悸 但是我想有菩萨保佑 应该不会有什么大事 所以我就没跟家人们提起 到了三十晚上 儿子和侄子出去放鞭炮 回来时手机找不到了 等找到手机时 屏幕也被压坏了 我心想过了梦中的一个节 只要人没事就好 感恩菩萨保佑 又过了几点 好像是初三吧 我带着女儿去城里买东西 快到晚上回家的时候 我儿子打电话说 侄子想吃汉堡 要开车带他出去买 我说别去了 我给你们带回去吧 话还没说完 就听到手机里砰的一声 我当时害怕急了 急忙问儿子怎么了 和谁撞车了吗 结果儿子说 车撞大门上了 尾灯没事 只是尾灯旁边撞了个大坑 我又松了一口气 心想这下好了 预示的两个不祥 不妙情节 对应现实中 两个小灾 都有惊无险的硬掉了 只要人平安无事 就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感恩菩萨保佑 大事化小了 我也借此机会 度了家人 说了我的梦境 我菩萨保佑 没有发生人员伤亡 学佛真是太好了 希望家人们也能早日和我一起学佛念经 菩萨给予了我御师梦 我却大意了 我没有针对性的许愿念经化解 很惭愧 非常庆幸的是 我一直坚持 非常庆幸的是 我一直坚持随缘 为家人放生 同时 我因为儿子不听话 帮儿子的药经者念诵组合 现在想一想 可能就是因为 我比较经济努力 所以菩萨慈悲 有求必应 保佑我和我的家人们 香打卷了 菩萨帮助我和我的家人们 重罪轻爆 大事化小了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 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莫荷萨 感恩世方 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师父 分享中 由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我自己的业长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聆听的师兄们背 不让转播师兄 和默默付出的 所有义工师兄们背 分享人如意平同修 感恩 尊敬的各位师兄大家好 非常感恩 穷主师兄 义工师兄 大家这么好的品牌 给我们分享的机会 快着无比感恩的心情 我来分享自己 学佛过程中的 法喜灵验实力 感恩各位师兄 欢喜聆听 首先让我们感恩 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 救苦救难广大灵感 观世音菩萨 摩荷萨 感恩师方 三世一切诸佛菩萨 及龙天护法菩萨 感恩恩师慈父 感恩师兄们 我是袁慧同修 我今天分享的 其母是 学佛念经 努力精进 祝我和孩子 有经无险 度过三六九关 我学习观世音菩萨 牵手牵眼 九度众生 魂法立身 现身说法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 我能够把今天 这个魂法转为功德 希望我的分享能 广街善缘 广度有缘 分享中有 不如理不如法的几方 请南无释迦摩尼佛 慈悲原谅 请南无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请龙天护法菩萨 慈悲原谅 请师兄们 批批自证 我自己也找自己 不让师父 不让您 请到师兄们 不让转播师兄 和默默付出的 所有义工师兄们 感恩南无 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 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2022年 5月到2023年级 我和两个孩子 都是分年龄的 三六九关 我帮自己的 要经者许悦 念诵和年龄 相同数量的 经文组合 在生日前后 各烧诵一波 后面接着 在21章 一波一波的念诵 两个孩子 都四十几岁 给他们的 要经者 也是许愿了 念21章 经文组合 祈求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孩子们 也能顺利吉祥 后面 继续给他们 也是21章 一波一波的念诵 放僧就余 给我们全家人 一直都有在放 除了自己 随缘 轻力轻微 去放僧 外 隔三差五的 还让外界 同修 帮助我们 待放僧 平时 坚持 用用五大法报 自己好好地学习 白话佛法 还带着周围的 老年同修 一起学习 齐深境界 自度度他 努力加油 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 慈悲保佑 我和两个孩子 能够有惊无险地 度过了这两年时间 其中 在2022年 下前的时候 我和女儿各骑自行车 曾几次重重地摔倒过 我自己那次摔倒死 还是下坡路 但当时腿上 只擦破了一点点的皮 别的一切都好 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2023年12月 31日的早晨 我洗完手 转身准备去洗衣服时 身后传来了巨大的响声 吓了我一跳 原来是洗脸柜上面 木制的井盖 整个叫下来了 差一点就砸到我头上了 这个本来就有胶和螺丝上着的 怎么会叫下来呢 我当时就领会了 在自己不顺死 有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让我以这样的方式 躲过了一劫 心中感恩之情 真是无以言标 非常感恩观世音菩萨慈悲保佑 让我们大四话小 小四话五 总算有惊无险 健康气度过了这两年 我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分享中有不如理不如法的地方 我自己也照自己呗 不让师父呗 不让年轻的师兄们呗 不让转播师兄和默默付出的所有义工师兄们呗 感恩南无释迦摸尼佛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感恩大家 感恩